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11月2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公布了429页的税法改革方案 这份方案被称为减税与就业法案 对企业和家庭进行减税 鼓励企业带回流程在海外的收入 阻止就业与企业外流 税改方案将企业税从35%下调到20% 对于共同报税的夫妇 起征点为年收入2.4万元 个人和家庭的税收抵扣也获得翻倍 每年个人免于纳税的收入从过去的6,350美元上调至1.2万美元 遗传税也基本被废除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美国新税法 我们连线专访的嘉宾是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野良教授 下面有请夏教授 张杰你好 我现在在旅行中在加州 所以条件光线和背景可能都不是特别如意 希望大家都能谅解 夏教授向您请假的问题是 您如何评价美国的新税法改革方案 他与以前的税法有什么区别 他这次共和党提出的税改方案 已经是非常大胆的幅度比较大的一次税收改革 我们知道在美国历史上 共和党和民主党对这个税收政策 有的时候意见相对比较接近 还有的时候意见就是差距比较大 而且我们知道一个大致的倾向性 就是民主党虽然他们主张是为穷人服务 但是事实上呢 由于他们经常要求增大福利幅度 就是给穷人也相当充分的福利 那么大家知道福利这个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呢当福利增大的时候 特别是覆盖面积大幅度增加的时候 那么税收的幅度也会明显的增加 即便是一位民主党总统在竞选的时候 他不希望增加税收 但是由于呢他上任之后要兑现他所做出的承诺 要大幅度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 让穷人在福利方面受到政府的这个比较好的照顾 所以最后呢在他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 人们都会发现税收实际上增加了很多 另外呢债务水平也会大幅度提高 就是美国政府的赤字会很大 那我们知道奥巴马在就任的总统的八年期间 使得美国的这个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接近20万亿的水平 是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而且呢是过去债务水平 以前的总统的债务水平的平均的 比如说是八倍甚至十倍 所以这个的幅度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所以现在呢共和党执政之后 对这种政策是有很大的意见 那么共和党呢是希望大幅度的减税 说里根总统 他在80年代有一个号称里根经济这种说法 就是说大幅度的减税 然后呢给这个生产者 投资者很大的信心 增加就业机会等等 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拉夫 那么提出了一个拉夫曲线 其实这个曲线不是当时提的是 很早就提了 但是呢被里根政府里根经济学所采用 拉夫曲线的含义呢就是说 当税率水平提的特别高的时候 实际收入水平实际上是会下降的 他在那个图形上表现出的是一个半圆形的 中间你画一条垂直线 就是说当你一开始提高税率的时候 那个税收幅度是增加的 也就是说税收的总的水平是增加的 但如果税收税率提高到相当高的程度之后 那么实际上得到的税收收入是减少的 因为我们知道杀鸡取卵这样一个道理 当税负负担特别沉重的时候 人们不堪重负的时候 实际上人们就抗拒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避税 甚至公开的就是抗拒交税 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会激起政府跟民间的 尤其是跟投资者跟这些创造就业机会的人 之间的一种矛盾和冲突 所以历史上这种情况就是一旦出现 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我们就讲 你跟经济学实际上号召 就是说或者讲是启示大众 了解的就是说 不是税收增加的越多 就是说就是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 或者说税率提的越高 那么对政府的税收增加收入 就一定会有正的增加 而不会出现负增长 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的话 人们就明白 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减税 通过减税来提升投资者生产者的积极性 来增加更多的就有机会 这样最终的结果呢 使得中低收入阶层能得到实惠 所以这次呢 这个税收的这个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当然呢 我自己个人也做了一点研究 在今年二月份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专门讲这个税收革命 我认为我的幅度比他提的更大 这个我们有时间在讨论这些细节 但就讲目前共和党这个方案 税改的方案 一开始川普总统其实也不是非常赞同的 他认为幅度还没有达到他内心所期望的那个幅度 所以呢 一开始是有一些批评意见的 但到后来他逐渐也接纳了很多人的意见 建议 最后他也同意通过了这样一个新的税改方案 所以呢 参众两院最后都最终通过批准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这个税收方案就即将实施了 但实施之前呢 肯定还有一个过渡的时期 夏教授 川普总统通过的这一次税改方案呢 应该说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这个方案的实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 在各个方面都是领先的 比如说创新技术 创新的经济 而且美国的这种企业往往是世界企业的风向标 当美国经济好的时候 全世界的经济都好 当美国经济糟糕的时候 全世界的经济也肯定是不容易好起来 所以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呢 就是说当美国如果纳税人得到了实惠 企业家投资者的信心大增 新的就业机会不断的出现 那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对世界经济来讲是有促进的作用 比如说川普总统就任以来 就是差不多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边 这个就业率是明显的提高 现在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程度 也就是百分之四点几 百分之四点二左右 甚至有的时候稍微略高一点 但是总的来讲在历史上 很少有这么高的就业水平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纳斯达克 还有美国的这个纽交所的指数 也就是股票的这些指数 都能显示出这个市场的信心 是非常强劲的 现在已经是两万多点 这是历史上的高位 然后呢在其他方面 在增加就业的岗位 具体的一些就业岗位上面 也创造了一些新的产业 新的就业岗位 包括从中国 从这个亚洲 吸引了一些新的投资 然后呢一些欧洲的投资 或者其他一些地方 也在考虑对美国进行新的投资 因为目前的政策很吸引这个投资 外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 包括美国的一些企业家和投资 过去是把资产向海外转移 因为美国的企业税收幅度太高 现在呢他们也开始回流 因为美国政府已经说了 如果他们向回流的话 那么只收一次财产性的这种 资产性的这种税收 而且20%左右 那要比以前要低 所以这个利好的政策 会刺激相当一部分政策的 这个相当一部分的企业 企业家投资者 会把他们的企业 这个再回迁到美国 或者在美国建立新的企业 相信说我们看到了 中国方面的反应 我们看到了《人民日报》 这是代表中国官媒 好像对这一次税改方案 是持批评态度 那么这一次税改 会对中国的经济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对事情的影响是利益好的 是一种提升人们信心 促进世界经济 更好更稳定的发展 那么中国按道理来讲 也应该是受到利好的刺激 也应该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尤其中国经济线 已经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这样批评美国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 是非常大的 但是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 中国的老百姓 并没有在经济增长中 得到真正的实惠 或者讲得到的实惠 所占的比例极其的低 完全不相称 跟一个发展中 或者讲经济腾飞 或者经济崛起的国家来讲的话 这是严重不服的 这一点呢 就是说中国政府自己 可能也不敢 或者也没有这个脸面来说 中国的福利水平很高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教授 也是我的朋友叫秦辉 他曾经说中国经济增长 所谓的奇迹主要是靠两低 也就是低人权低福利 所谓低人权指的是 中国老是借口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人权虽然也是保护的 但是不能用现在的世界一流国家的水平来要求我们 我们是处于发展阶段 所以他们经常会跟美国一百年前或者两百年前去相比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人权状况也是非常糟糕的 欧洲有些国家过去的人权记录似乎也不是很好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我们现在要与时俱进 我们跟世界上所有一流国家都要看齐 但是在人权方面 却要跟美国英国一百年前去相提并论 这个就可见中国政府对人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另外低福利呢 大家知道长期以来 中国有些阶层是完全没有福利可言的 比如说中国农村居民 那种足足备备在农村从事耕种的 这些他都虽然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但是并没有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他们先有的人一出生 可以讲说农民子弟一出生 就已经被剥夺了这种同等的公民待遇 他们没有最基本的福利 所以你看我们在城市里面 越大的城市 它越可能享受更多的福利 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 居民享受一定的福利 而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城市居民可能享受有更多的福利和公共设施 那么包括文化各个方面 这个资源都是倾向于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城市 一些大都市 而这个农村几乎是没有福利可言 但是呢 税收或者其他方面 并没有说是 你哪一个地方的人税收贡献大 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福利 或者说在全国完全是平等的 平等的税收和平等的福利 其实这个都没有做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政府可能有一种内心的恐惧 觉得美国政府现在大幅度的减税 那中国呢 政府大家知道是高税收 长期是政府的税收的收入 是超过一般的居民收入增长 那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所以现在中国领导人出国经常是动不动就大傻逼 几百亿上千亿就花出去了 也不用跟老百姓商量 而中国老百姓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贫困落后的地区 那些子女很少能够有正常的营养保障 也没有正常的这种基础设施 基础教育 所以这些方面呢 我们一方面自己算是那么贫困 另一方面呢 就拿出那么多钱去送给其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这种做法呢 是肯定是引起国内很多人内心的不满 那么现在如果要讲中国政府 还是继续的保持高税收 而不给国民提供相应的福利 那么会引起人们更大的程度的这种反弹 或者说这种不满或者反抗都会出现 所以这种鲜明的对比 使得他自己可能也无地自容 他们会找出各种借口来批评美婆 似乎美国这种做法 不但好像是伤害了美国人的利益 而且还伤害了中国人的利益 这个就非常荒唐可笑 因为美国人绝大多数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税改方案 虽然也有人批评说这次税改方案呢 可能更加倾向于更富的阶层 就是那些最富的人 他们得到的实惠可能更多 包括遗产税 现在是大幅度的减少 就是大幅度的提高这个财产数额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遗产税 说是500万美元以上的是可以不纳税 就是如果超过500万 就500万以下没有超过500万的这个遗产 是可以不用纳税 超过500万才纳税 但是呢现在又有大幅度的要提高 把它提高到1000万以上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一般的富人 他如果进行代际转移 就是财富的代际转移 是不用损失太多 当然还有更富的人 他们的资产肯定要转移多少亿 到那个时候呢 可能还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所以总的来讲呢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税收呢 它的实际效果可能对富人阶层 似乎是更有利 当然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呢 可能也有一些比过去了来讲的话 有一些好处 但是好处的这个幅度 并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大 现在就说你看啊 川普总统到中国访问以后 拿了2500亿订单回去了 所以当时呢 很多人啊 特别是支持中国民主法治的 就认为哎呀 这是不是随性政策 川普是一个商人 但是我们也看到 川普总统回国以后 就宣布明确宣布 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次呢 就采取了一种减税的措施 也引起了人民日报 以下官媒的反感 那么在您的眼里 中国的经济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现在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呢 说中国还处在一种上升期 经济还会继续的发展 还有一种说法呢 我认为以陈晓龙啊 他们代表 就认为中国的经济 实际上早就已经停滞了 并且经济啊 是不足以去争当世界领袖等等 您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经济 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 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呢 我们也都知道 是建立在一个高速增长 高增长 高能耗 高污染 这个三高的基础之上 而且刚才已经提到了 除了这个三高以外 还有两低 就是低福利和低人权 所以这样的情况呢 造成了中国经济 是一种扭曲的经济 是一种不健康的经济 它难以长期的为继 不可能保持长期的高速度 和健康稳定的发展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 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 也曾经是我博士后研究生的 这个合作指导老师 林毅夫教授 大家都知道 那他曾经说过多次 说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30年 所以很多人呢 经济学界很多人都曾经质疑过他 说是不是太乐观了 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经济长期可以保持那么高的增长水平 他也讲了很多自己的理由 但目前来看 他这种理由 现在也很难能够说明现实的状况 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都是在下降 今年如果能够保证6.5 这个增长水平和幅度 就已经是非常勉强了 而且我们知道中国的统计部门向来是有水分的 如果是讲今年保持6.5 明年再下降到6.2 在后年下降到6% 总体上来讲是递减的 有的年度 也许有可能有回生体的趋势是向下的 为什么会向下呢 是因为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是什么时候 一般都是在中国经济 就是说在经济上更加的积极有作为 也就是说扩大市场范围 更开放市场 更多的开放市场 或者讲经济自由度增大的阶段 那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都相当好 那后来呢 当这个国进民退的政策成为主流的政策 官方喜欢的这个这种做法 而且越来越多的搞这个计划回归 搞逆市场化 而不是搞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么走这样的一条道路 就等于逐步的倒退到文革时代和毛泽东时代 那么如果这种倒退的话 当然会挫伤民营经济的积极性 挫伤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创造力 和这种投资的这种意愿 所以最终会造成中国经济的衰退 再加上现在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 包括对整个国家的政策 有很多的质疑和抵触 所以使得中国经济也不可能在全世界 那么受到欢迎和配合 比如说一带一路 现在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 除了你给人家实际的好处 给大量的无偿援助贷款 甚至是不需要偿还的贷款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人家暂时说你几句好话 但一转是不支持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造成了中国经济 现在表面上似乎还是很风光 但是实际上就是它没有真正的 长期的这种持续的动力 首先没有改革动力来支撑 第二个就是它没有在扩大市场 反而在缩小 第三个就是说企业家的这种信心 包括企业家的创造力都受到了遏制 外部环境不利经济的这种创新 所以它当然不可能有好的发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要说外国人对中国没有信心 比如说现在绝大多数那些世界强国 大国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且中国加入WTO已经16年时间 直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兑现 甚至根本就没有兑现那些最重要的承诺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 哪些国家还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就连中国自己的企业家都希望把自己的资产和投资向外转移 而中国政府强力在阻止这些企业家把资产向海外转移 所以这种情况造成的这个结果是人们内心中都不认同 包括中国人自己都不认同中国是市场经济 现在就说有几个事实乐点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就是吉林日报登了一个整版刊登 就是核武器常识积极防护的文章 介绍这种怎么去防范原子弹核武器 同时也传出中国在吉林准备建五个难民营 应对朝鲜可能爆发的危机 那么您觉得这是否透露出一种朝鲜战争即将爆发的一种 一种趋势或者一种前置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中国早就开始做一些预案 做一些突发事件发生以后 中国如何应对的这样的一些方案 这个不是今年才有的 是以往几年都有这样的准备 比如说在边境地区集结部队 就是一旦出现大批的朝鲜难民逃往中国境内的时候 他们要阻止这个朝鲜人 并不是说完全接纳朝鲜难民 如果要是讲放一部分难民过来的话 他们也是把它放在一定的这种区域 可能是隔离区域 把它们控制起来 而不是让他们可以随意到中国的任何城市 跟中国的居民混在一起 所以对这样的一些难民营或者难民集中点 中国政府其实现在在积极做准备 那么如果要是讲一旦朝鲜爆发大规模的 不要说大规模的吧 就算是这种比较短暂的这种战争 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意外 包括如果朝鲜要实施报复 对无论是对日本韩国 还是对中国实施打击的话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还有核辐射就是真的使用了核武器的话 那么中国的这些普通的居民 可能要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么这些该如何防范 我记得只有在我们的小的时候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当时要跟苏联打战 就是进行一场所谓核战争那个时候 那时候挖防空洞 毛泽东发出了号召 然后那个时候整天 大家就是看电影来学习如何进行核辐射的防护 如何钻到那个地下掩体 怎么样防护 我们小的时候学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甚至还学了就是说用俄语喊 叫枪不杀 这类的口号 但实际上呢 那场仗没有打起来 但是呢中国挖了很多的防空洞 有些防空到今天还在可以使用 就是说目前还是有一部分设施还存在 那么我现在想想 隔了几十年又出现了这一幕 确实是有一种战争的阴影 到底会不会发生这样一场战争 现在谁也不能说这个最后的定论 但是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 否则中国官方媒体应当不会 轻易的轻率的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我想肯定是得到一定官方的暗示 他又没有在全国所有的媒体上 都来转发或者都来发表类似的文章 而是由离朝鲜最近的审邻近省份 吉林来发 我觉得这是有特殊的用意 不是说底下的底层官员 一个市或者一个省的领导人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夏教授 川普总统宣布确定 以色列的首都为伊路撒冷 这个是宣布以后来引起了 伊斯兰国家的强烈反对 甚至开始巴以之间又发生新的冲突 您怎么评价 对这其实是一个长期遗留的一个问题 因为以色列复国之后 他们在历史上或者讲精神上的首都 就是耶路撒冷 在圣经里面对大家很清楚 所以呢 关于这个城市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伊路撒冷 作为他们的首都 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呢 得到美国的这种明确的支持 可以说美国就本身就是 以色列建国的主要的支持和推动者 现在呢到了这个地步 仍然是非常坚定的支持 而且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 没有这么强烈的表明态度 过去一般的美国总统都是希望能够缓和局势 不要造成双方更加严重的冲突和对立 而现在川普呢 上任之后 这种情况似乎又回到了以前那种 更加激烈的程度 状态 那么现在这个做法呢 很多人当然也反对了 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加剧这个地区的冲突 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早晚要解决的 而且政治上的诉求 和他的这种立国的这种精神理念 他是有内在的联系的 不能说因为为了暂时解除冲突和缓解这个局势态势 就要求人们把立国这个精神 把自己居民所追求的那种目标完全放弃 这点也做不到 我相信以色列国只要存在 他们的最终目标 一定是要把耶路撒冷作为自己的首都 这点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夏教授 现在普京总统又宣布他要竞选下一届的总统 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第三次担任 如果他竞选成功是第三次担任总统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 普京总统和梅德维杰夫 他们这一队政治上的伙伴搭档 做这种政治游戏就是交换权力 总理和总统的职位互相交换交替 已经是几十年了 那么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有人说只要普京在生命上没有自然疾病 也没有这个冲突暗杀 那么他可能这个权力游戏就会一直玩下去 至于他的搭档合作伙伴 会不会永远都是梅德维杰夫 这个倒是未知数 但就目前来看 这个两人搭档还是很稳定的 那么这个稳定的合作关系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就要看俄罗斯有没有一种新的政治力量 这种新的政治力量能够强大到 推翻现有的 打破这个现有的政治格局 这点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 或许在某一个时点 俄罗斯为爆发这种政变 或者是利益集团 或者政治集团之间的这种相互冲突 到那种激烈冲突发生的时候 即使普京用尽全力镇压下去 但到那时候 民意可能不支持他再继续担任 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 我想到那个时候 在政治压力和民意的压力下 可能会被迫他辞职 但是到目前来讲的话 还看不到这一点 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里边 俄罗斯局势也不是非常的稳定 也有一些抗议的声音 也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利益集团 或者是政治势力也在发出声音 所以我们看到进一步的 这个态势发展会不会出现能够抗衡的政治力量 或者至少能够在国际上获得大多数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 联合国会不会支持 然后呢中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 会不会支持这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崛起 所以这点呢 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政治力量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会是普京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 但目前为止普京仍然是铁腕人物 而且他跟俄罗斯 他跟这个乌克兰的关系 虽然讲有过一些这个比较严重的冲突 他跟中国的关系呢 还是处于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而跟普京 跟这个川普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川普跟普京之间的关系 其实呢 还是处于一种良好的互动过程 那么假如说川普还希望 在有些问题上得到俄罗斯的支持 那他不会给俄罗斯太大的压力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还有利于普京继续的指示 夏教授最近呢 有消息传出 11月29日 这个奥巴马前的美国总统 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 12月1日 他也在新德里见了达赖拉拉 所以有消息传出了 实际上奥巴马呀 他实际上在充当性质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习近平跟达赖拉拉拉在习近平的下一个任期 能够实现一种和解 达赖拉拉拉拉能够重返中国 首先我们知道作为西藏流亡政府 过去呢达赖拉拉拉拉既是宗教领袖 又是政治领袖 但是后来呢 达赖拉拉拉他宣布他自己不再做政治领袖 只是一个宗教领袖 所以后来呢流亡政府呢选了新的这种政治上的管理人 那么这些人呢 在目前的这个执政的过程中 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受到这个流亡赖人的支持和这个肯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也一直积极的寻求跟中国政府取得这种对话的机会 我过去在达赖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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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当时呢就是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 或者上任之前 他们都有很高的期望 说习近平的父亲习宗勋 当年还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曾经跟这个达赖喇嘛 以及其他的一些藏人领袖 都有过一些接触 所以他们在猜测习近平会不会 受到这些开明的思路的影响 受到父亲的影响 然后呢给一个机会 直接跟达赖喇嘛进行沟通 对话 哪怕是跟达赖喇嘛的这个代表进行对话 但是这一点的期望 后来很快就落空了 我们发现习近平上任之后 并没有对藏人的政策有所宽松 甚至有的方面 可能又倒退到过去那样一个僵化的状态 所以这一点呢到现在为止 藏人这个流亡政府 以及达赖喇嘛本人 可能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 还希望能够有机会 跟习近平本人有接触 或者至少让习近平指定的这个 代表和达赖喇嘛指定的代表进行这个 直接对话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中国方面一直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 就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到这种公开的 或者是积极的态度 那么现在假如说通过第三方 也就通过美国总统 虽然是卸任的总统来传递这个消息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也容易受到重视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 级别或者影响力不够大的第三方来讲的话 中方更加不会理会 那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有没有这种先例呢 你看看卡特总统卸任之后 曾经多次担任过和平特使 曾经多次替美国总统传递重要的信息 所以卡特过去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现在奥巴马如果进行努力来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他如果能够传递重要的信息 然后能够促成中国政府 习近平派代表 达赖喇嘛派代表 能够进行直接的对话 不管对话的结果 或者是最后能不能走下更好的结局 有人说会不会欢迎达赖喇嘛 虽然已经80多岁了 回去看一看 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 但至少能够对话 就是一个一大进步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促成这样的对话 观众朋友们 夏教授为我们分析了美国新税法方案 认为它有利于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和减轻企业和家庭的税收负担 美国新税法也将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 产生较大的影响 随着朝鲜导弹试炼的升级 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也越来越大 普京总统宣布再次竞选俄罗斯总统 也将使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遭遇挫折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艾良教授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